大家好,我是企我,歡迎大家來到GameCraft 適逢Skyblock更新了這個0.7.7版本 就加入了最新的交易廣場 所以這次我們討論的主題都會環繞Skyblock的經濟系統 以及探討一下關於交易廣場對整個經濟的影響 由於好像不少人都不理解這個交易廣場的系統是怎樣運作 所以我們都會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更新有什麼 首先是什麼交易廣場呢 它是一個給不同玩家去買賣資源的平台 舉個例子去講一下這個交易廣場是怎樣運作的 例如我就以10元一塊的價錢去買1000塊豬扒 這個就是我的訂單 那我就可以透過交易廣場就將這個訂單公佈給全世界玩家 所有玩家都可以見到這份訂單 如果有其他玩家就覺得我這個價錢是合適的時候 他就可以選擇去接收這個訂單 就去拿些豬扒出來 然後系統就會自動進行交易 到我下次再去這個交易廣場的時候 我就可以收回我的豬扒回來 交易廣場裡面除了買東西之外 亦都可以用同一個方法去將你有的貨品賣出去 同時它亦都有兩種不同的訂單方式 第一種就是好像上面的例子一樣 用一個自己覺得適合的價格去公佈這個訂單 亦都是或者可以用目前的市價就立刻進行交易 另外為了鼓勵玩家多些去生產資源 而不是只生產金幣 今次的更新同時亦都實施了NPC的交易限制 每樣資源每人每日只可以買640樣 其他你想要更多的時候 就需要去交易廣場買 說完更新了什麼之後 就是時候說一下我對今次的更新的看法 我見到很多玩家都發現自己賺的錢多了 但其實這個未必是好事 因為今次更新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是會導致貨幣大幅貶值 同時亦都會增加貧富差距 令到新玩家和前期玩家是極難加入這個遊戲 而要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探討一個經濟行的概念 就是通脹了 有人聽到要聽書可能立即頭暈了 不過我們會盡量重選的大家放心 那究竟什麼是通脹呢 其實就是指整體物價隨時間不斷向上的現象 換句話說就是貨幣的購買力不斷下降或者貶值 因為錢或者貨幣這東西本身其實是沒有價值的 它的價值是來自於它可以換取的東西是什麼 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假設在一個世界裡本身有100顆鑽石和1萬個銀幣 每顆鑽石的價值就是100個銀幣 而玩家們就透過玩遊戲和通關就不斷賺取銀幣 就令到這個世界就出現了10萬個銀幣 但是同一個時間鑽石的數量其實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平均來說每一顆鑽石的價格其實就在上升 就由本身值100個銀幣 就上升到值1000個銀幣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銀幣的價值可以換到的東西其實是少了 這個就我們稱之為通脹 而通脹的成因一般都跟剛才的例子是一樣的 就是貨幣的供應增加 在現實當中我們通常會有中央銀行去控制一個貨幣的數量 但是在遊戲當中我們是透過打怪或者向NPC出售物品的方法去增加貨幣的供應 而這些錢都是憑空出現的 尤其在skyblock當中我們有不同的自動賺錢的功能 都會令到這個通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所以處理不當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惡性通脹 意思就是因為錢的數量太多了 導致它的價值大幅下降到近乎零 而為了避免惡性通脹的情況 遊戲當中通常都會有不同的預防措施 最常見的就是回收貨幣 透過遊戲的機制去令到錢憑空消失去減少貨幣的數量 而skyblock來講 討伐任務的收費 黑市交易的付款和NPC商店購買等等 都是一些回收貨幣的方法 而另一個方法的概念就複雜一點 就是用其他物品去支撐貨幣的價值 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假設skyblock是一個需要大量燃料的遊戲 大家都很需要煤的 而有一個NPC就可以無限量地用10個銀幣去賣一塊煤給你 由於貨幣的價值是來自於它可以換什麼物品 所以即使貨幣不斷貶值 只要你可以隨時向NPC用10個銀幣去賣一塊煤 銀幣仍然會保有一定的價值 從而去減低通脹的速度 好 講完什麼通脹之後 是時候講回0.7.7版本更新有什麼影響 從剛剛上面的例子 可能大家已經知道我想表達什麼 就是實施了NPC交易限制之後 其實是會對skyblock的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 正面去看 這個限制會令部分玩家由生產金錢變成生產資源 某程度上是會降低通脹的速度 但是另一方面 由於這個限制也都移除了不少回收貨幣的方式 因為以往在NPC那裡購買資源 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很多的貨幣就憑空消失 現在就沒有了這個功能 同時這個限制是會令到很多物品失去了承托貨幣價值的這個功能 因為你已經不可以隨時地買了 所以貨幣其實是會開始貶值 令到通脹的速度反而會增加 而從交易市場整體的價格上升 和很多玩家因此而賺錢的情況可見 其實貨幣的確是貶值的 通脹也都真實存在 希望Hypixel方面都可以密切留意著skyblock的經濟狀況 以防遊戲裡面的通脹急劇惡化 令到大家的淺化為烏有 另外在製作這條影片的時候 也都參考了一條來自Extra Credits 講遊戲經濟的影片 大家可以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去看那條原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通脹的影響呢? 或者如果你覺得Hypixel可以做些什麼 去減低通脹的速度的話 都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還要按提示鐘 就可以收到企我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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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